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姐妹會 歡迎收看 大家好姐妹會 我覺得有些人呢 他們就是很喜歡挑剔 然後我們常常都會覺得 你是不是沒有自信 或是你是一個很奇怪的 才喜歡挑剔 有時候為了反對而反對 不是真的反對 對 他們很挑剔某些事情 但是仔細想想 其實他們挑剔某些事情 其實他們是對那些東西 有一些執著 是有一些道理存在 他們不是硬要挑剔的 是 隨著我覺得 各國每個地方的文化 民俗 還有生活方式不一樣 其實每個國家呢 對某一些點 有些人過得去 有些人就是怎麼樣都過不去 就是很挑剔 很挑剔 好 那各國呢 到底挑剔的有理還是無理呢 我們現在好好聊聊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好 我覺得這樣放眼過去呢 我覺得 稍嫌挑剔多一點的就是 法國人 法國 Ena 你先說好了 你覺得在座哪個國家 你覺得 他們算是挑剔 我法國人真的 好 OK 今天來 我不要講我吧 我要講我 你看你今天坐在西位 對 可是我要講我隔壁的國家在旁邊 我覺得日本是最可怕這個地方 因為上次我去跟我女兒 然後我已經抽功課 我知道大概五歲是還不能不需要買 車票 對 那個捷運的 但是我還是想確認 因為常常他們會看我 看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是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他們覺得我沒有故意 沒有買票 所以我還是去問我確認 然後我用我老公的阿姨是住日本 所以但是語言是不會有問題 這個小孩五歲要買票嗎 這個問題很簡單對不對 就是要跟不要 對 但是 為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才聊去 因為我不懂 然後是一直聊 然後她去後面拿一本這樣書 像字典一樣 對 不是用電腦 但是拿一本書 然後打開 然後 我那時候開始緊張 我說 哇 可能是真的 我們有發發 發有問題 結果沒有 就是後來我問阿姨 她說她不用了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七分鐘 那七分鐘在忙什麼事 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們才聊什麼 我覺得 這個人一個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要接上那麼多 就是yes no 可能 西天上 因為小學開始 那個要買票 小學 那五歲六歲 他們看不出來 所以她要問 那個時候怕聽不懂的關係 給你看那個一本書吧 可是阿姨 可是那個阿姨會講 那個阿姨還是外國人 對不對 對 所以給你看 她住十十年才六本 她的六本 幾乎沒有發多少 但是我們聽到 一定聽得出來口音 我也怕 所以還是給 給 這裡寫 這樣子給你看 因為我們的規定是規定 一定按照他們的規定 但是不過我覺得 你明明知道五歲不用買票 還要特地去問是 我覺得讓費時間 因為怕搞錯 對啊 怕搞不去 是中文 對 等一下 因為中文長比較高 她很高 不是 OK 我知道 但是如果我是媽媽的話 被問的時候跟她說 對啊 我的女兒是就五歲 這樣就好 我也是不用特地去 沒有 我覺得網查怕不準 對 而且我覺得她的身高 她一定是去很多地方都被假 她就不買票 對 所以她先 先講 你很怕看我假話 所以他們就會用眼神看 日本很怕 不管日文有多厲害 在日本四十年 看到外國人的臉 她一樣都覺得 她不會講日文 就不用 不理 直接走就好 沒有特別仔細啊 所以這杯看我就沒辦法 我就有壓力 每次我過 我女兒會放推車裡面 然後我會蓋東西 把她蓋起來 你說把女兒蓋起來嗎 對啊 後來就是因為 他們一直看我覺得 好像我才 因為妳女兒很高 腳已經長長 對啊 他們一直看 對 那妳先 那個 我的女兒五歲 就這樣就好 她會覺得她女兒太懶惰 這麼大了 還要坐娃娃車 對 但是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在日本念書 我就深受這個挑剔這個困擾 因為我那時候在日本念 那個服裝學院 那我們要做衣服嘛 但因為那時候 第一個我日文沒有到很厲害 因為念服裝學院 有很多專業的 對 所以我的功課就落後了 大家可能已經做到五了對不對 我可能還做到二或三 然後因為我們在台灣嘛 我們如果一次把它 就是做到第五 一口氣做 老師會講說 好啦好啦 看妳這樣子應該 你應該很OK 對啦 縫的沒有破 就是都有都縫起來 好啦算你過啦 教學的時候我還一副那一種 你看我把它補齊了 老師妳看 變字又什麼 然後老師就看了一下 二 怎麼一次 她就跳舞了 她就皺一下眉頭 我想說怎麼了嗎 她就說 妳要把它拆掉 為什麼 拆到就是 我要做第三個階段的部位 要把後面兩個階段拆掉 對 她說妳都藏起來了 我怎麼知道妳裡面有沒有 縫得漂亮 然後我就說 真的嗎 她說 我在跟你開玩笑嗎 拿回去吧 細節 超級細節 對 但是 但是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你看日本的衣服就是日本原廠 就是他們自己手工做的衣服 真的很細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就是服裝學院出來的學生 絕對都是每一個工都是蠻厲害的 大家每一套西裝 該挺的挺 該立的立 不是那種看起來那個亂亂的 合理的挑剔 值得挑剔 蹲馬步 對 砸文 Ena 我也要像日本 我覺得日本的包裝 也是非常非常要求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合理 我覺得是合理 雖然我真的 我從我的歐洲人的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 禮盒我們也有嘛 我們打開來就可以直接吃馬 很方便 但我現在發現 因為我前陣子有一個 長期住在日本的同學來 來台灣找我 那他送給我一個禮盒 那我發現其實打開來 他送給我的那個禮盒 外面那個包裝 非常的漂亮 很開心好像禮物 然後打開來裡面 又有一層 就說哇好開心 就好像真的就是聖誕節才採禮物 然後再打開來 然後他用那個獨立包裝 就說 我突然覺得很棒耶 因為像是我們那個 一般打開來那個歐洲禮盒裡面 它那個東西就會有壓力嘛 因為你放太久的話 它可能東西就壞掉或什麼的 或是沒有那個獨立包裝 就是說要趕快吃完 那個東西放多久都沒關係 就慢慢吃 對 完全沒有壓力 然後又拆開來 那個意識感就很棒 杰米 我也要講日本 然後是日本對米的挑起 日本中強 對米 很挑起 大家都覺得是好事耶 是好事 是好喔 對 米菁的故事也是好的 都是好的 對 但是我以上是真的是稱讚 因為以亞洲來講 我們平常的日常主食 就是米飯嘛 那我們就是在香港吃飯 當然是頭等大事啊 我們平常看到也就是吃飯了嗎 這樣子嘛 然後香港因為不產米 我們的米都是吃泰國那個 進口的米為主 那長大了 越來越多吃到米的時候 我覺得 哇 真心我覺得日本的米 水潤潤 真的人家說什麼菜有菜味 既有雞味飯 真的有飯味 對 就是日本 而且你不用什麼其他奇怪怪的配菜 你就是打一顆蛋 我覺得日米對你都是很好吃的 我吃 對 然後我就去旅行 馬上回來跟我的朋友分享這樣的東西 他就跟我說 因為就是日本有一貫的那個職人 藏人的精神 所以他們對米 這個也是有非常一個極致的追求 就講說他們有一個日本穀物的學會 反正他就是研究米啊 然後他就把那個米 以那個最最最有人氣的月光米為基礎 然後把各國各地的米呢 然後再平分 還把米分五個等級 什麼特A級啊 A級啊什麼什麼 然後最紅的級呢 那個特A級 他就會 當然會紅起來 媒體一定會爆 那所以他們就是對這個米非常的講究 而且你沒有發現 其實是日本的飯鍋 煮飯也特別好用 很好用 對 對 我扛了電鍋很奇怪 很奇怪 12萬日幣的電鍋回來 然後我那時候去買的時候 我是買第二名 然後第一名 為什麼我不買的原因 你知道第一名有多可怕 他們的電鍋第一名是 他會有一個表給你 就日本的地圖一個表 他說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譬如說日本的新蟹的米的話 你要按哪一個按鈕 黃金比例 對應 或是千葉炫的 你就要按哪一個按鈕 那因為我沒有辦法都買到 所以我買第二個 第二個是那一種 你 它上面就標榜的 你用最爛的米煮出來 也是超厲害 對 百搭百搭的 對 因為我認為 就是日本人對這種私利的 這個要求 所謂的挑剔是很合理的 對 你不覺得他們就是 對吃的東西很認真負責嗎 超級 如果每一個那個食物生產者 都有這個良心 就不會有食安的問題 真的 所以他買的 訂過日本的飯鍋 那麼貴 我覺得也是有它的道理 真的 因為你對食物那個尊重 尊重 尊重 真的 我是用捧那個骨灰彈這樣捧 但是他表示很尊敬 你們想不想知道 日本人想推薦什麼米給我們 有有有 真的假的 是 不是推薦 就日本很多餡 然後有做米的嘛 但是我 我推薦的是 這場個 新鮮嗎 然後山新鮮 然後我最愛的是秋天餡 為什麼最喜歡秋天餡 就好吃 就又 又那個口感好 又又 Q 然後吃起來 就甜的 就那個味道 他們有那個 那個地方 QQ 就是用一種米 然後把它倒 很像是我們在倒那種 麻糬嗎 然後倒倒倒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棒子上 然後烤一烤一烤 那個是米出來的 對 烤火鍋裡面去煮 烤火鍋裡面去煮 這個就今天 我是推薦的是JJ 但是這個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所以常常台灣人 都會到日本去搬米 去搬米 就是會這樣 才有電鍋 才有電鍋 真的 而且他們對吃東西也很講究 去日本的有一個地方 一定會吃到很好吃的米 就是壽司店 壽司店的米 那個醋飯每一家 辦的比例不一樣 可是去那邊 他們就會有對米很極致的挑剔 跟追求 我之前去譬如說 像壽司店那種版錢料理 有名的那種店 師傅會看你喔 如果那個師傅看你 就是出來之後 你在那邊拍照 他會把你趕出去 對 他會覺得說不可以 就是對食物之神 對米之神不敬 然後他們對壽司 還有完完全全挑剔的是說 一定要用那個魚的那一面 沾醬油 那個芥末只能點綴的這樣沾 就是那個醬油本身 不可以髒掉 對 還有一種叫軍艦 大家要吃那個軍艦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那個軍艦 通常是旁邊是用海苔汙 對 然後上面可能都放汙泥 就是海膽類的 對 那個軍艦 一定要在十秒鐘之內 他做好 還沒軟之前 放上去的時候 你立馬要吃掉 不然海苔會軟掉 不然海苔之神會生氣 對 海苔之神會生氣 他們好多神 所以日本師傅 好像在進行宗教儀式的 真的 因為他們對米飯太尊重 還有對壽司很尊重 所以他們可以對食材 還要對師傅尊重 對 還要對師傅很尊重 一定要聽師傅就對了 最好吃的時刻 對 那個timing很重要 聽師傅的話 但是因為我之前住日本 所以我對這些很多也是蠻 無法去理解的 然後我想要 今天提到的是說 那時候我去逛他們 超級市場 結果看到有一區 他們就是賣水果 為什麼日本水果 可以賣這麼貴 他們那個哈密瓜 真的好離果 我都看到那哈密瓜 我真的買不下手 那時候我朋友看 我就是很好奇 但買不下手 他就買了一片 他們說他找到有地方 是可以幫你切片 那光那一片 太貴了 六千日幣嗎 沒有 是換算成台幣六千 台幣六千 我就吃了 然後我覺得的確就是 真的很甜 然後很多水 但我就覺得 台灣的水果也非常甜 但價錢就非常的合理 然後歡迎知道我還有場 2019年那個 他們就是細章的哈密瓜 他們就是有去拍賣 然後會成交是五百萬台幣 然後對 日幣 然後算算台幣是一百四十一萬 就一顆 兩顆一箱 兩顆 對 然後我就好奇 一百四十一萬台幣 一百四十一萬台幣 吃了會 兩顆 可是那個地方已經破產了 是喔 今年有結 我好奇查一下今年賣多少 今年交易 一箱兩顆 台幣六十一萬 有結了 重點是 但我覺得價錢很差 對啊 那時候是像那個 哈密瓜是水果界的LV 當然很貴啊 因為那個是 其實它比LV還貴 對啊 很貴 對 水果超多沒有那麼貴 LV都貴 那個是艾瑪斯的 而且是鱷魚皮系列 還要配貨 還要配貨 不要給名牌 名牌就可以留很久 這個哈密瓜 對啊 那個什麼 栽培嘛 栽培一個哈密瓜 真的很就很難耶 水費 水費 電費 還有人家照顧的費用 當然很貴 而且 出來的東西很少 但是很多人要買 當然變貴 而且你知道嗎 樣子好看才 好的嗎 才漂亮 一定是這樣子 好看 圓圓的 那個外面的 一條一條線有沒有 那個是 那個是 對 對 然後上面那個 哽越漂亮 對 所以要去 所以你們哽會吃嗎 對啊 對啊 再講新鮮 漂亮 新鮮賣相好 送禮 所以去菜市場 就選外料的 很不好看的 就比較便宜的 所以他們也有評價的 但裡面的味道是一樣的 對啊 味道是一樣 所以我們也是一好看為主 那是萬中選一 他們也有評價的 但是有很厲害的 61萬的也有 對 所以這個就是 一份錢一份獲得的道理 好換我了 大家有沒有別的 我還要講法國一下 因為我看影集 我看那種 法國人吃飯 那個長長的桌子有沒有 然後一群人在旁邊 很多盤子中間 還要點一個蠟燭 好浪漫喔 好高級的感覺 然後細細看 哇 那個排場 不得了 你看那餐座 你細細看 我覺得都來了 一個人的位置 一個人的位置 你也太誇張了吧 然後每個餐具都有 他們 唯一的功能 就是他吃魚的 就是吃魚的 就是吃魚的 他不能用 不帶其他食物 就是覺得 真的有點 餐具太挑剔了 很挑剔 而且好吃的是手指 你吃那個螃蟹啊 什麼的那個膏 不是最好吃 就是手指好不好 所以我最喜歡去印度 印度直接手指 對用手指 真的 OK 安娜 放過安娜 因為其實那些餐具 對於我們東方人來說 我們搞不好不會贏 我們有的 而且他們還不能徒手 徒手會覺得你超沒禮貌 對 所以我不懂得 我們那麼多餐具 我們沒有抱怨 我們沒有抱怨 但是原因 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我現在看一題給你們 來 然後先看看 今天如果要吃沙拉 你們會用哪個擦哪個道子 隨便能擦得起來的都好 一定最右邊的 最左邊 最左邊 不是 可是我覺得 左邊 等一下你的左邊 還是我的右邊 左邊 7號 7號嗎 7號 到那邊吧 刀 刀 刺沙拉 刀子 因為剛剛說的刀子 對 因為我以為你們會用刀子 我們都我在看節目 他在考我 我會啊 所以7號是對的嗎 7號是對的 是7號 對 是第一個 通常是從那個網 最外面的 然後刺沙拉 為什麼不用刀子 因為不是 因為青菜不能殺 只能殺 沒有 那是麵包 為什麼 是因為以前的差距 都是用一種 材料是不能碰到除 然後沙拉就是對 不然會壞掉 所以從哪時候就覺得 沙拉是不能切 但是我們沙拉也不會像你們 那麼大塊 如果是好餐廳 會幫你切小塊一點 剛剛好一口的大小 對對對 不像台灣的那個 真的 台灣只是一整片 一整片 對 我媽切沙拉大概是這樣 這麼小 好小好 所以在場景 大概會幫你切得比較小 你不能把 好入口 不能把沙拉 然後放在嘴巴 會很難看 但是如果真的太大的話 就是一樣不要用切 你是要用一點卷 用轉的 用卷的 或是用麵包 一塊麵包 小塊麵包 不要直接拿那個 整塊的 你切一個小塊 然後這樣 然後就可以放嘴巴 OK 文化不一樣 我的法國這種 對食物的講究 我覺得其實英國也很喜歡 那我很喜歡吃法國料理 那下面這些餐廳 我們也是蠻重視的 那我因為英國跟法國 蠻近的 我之前常去法國 然後我個朋友 他是在那邊米其林上班 所以他就帶我去吃 當地的一些 隱藏版的美食 然後我就真的走 他們真的是 不只是餐具挑剔 他們年廚房 哪些是專門煮 就是醬料的 然後煎牛排的 雲瓦 都有在分 還有給我看不同的刀 去做這些 就是下料理 對 然後真的是 我們都去吃好多餐 就很多就是說 這個 紅龍一定要配這個酒 這個紅酒 紅酒 還有分很多不同的紅酒 然後還先配白酒 然後紫水 還有甜酒 就真的就非常講究 然後我們就覺得 吃得好滿足喔 真的 法國料理貴 我覺得是有理的 有道理 比英國好吃 我覺得也對沒錯 真的很好吃 真的 一個英國人說沒事 親愛的 還好吧 還好啦 但是我一聽到這些 我覺得那個法國人的要求 對紅酒是太多了 那我承認 法國的紅酒很好喝 非常的好喝 我沒有說不好喝 但是我覺得那個法國人 就是很驕傲 就說別的國家沒有好喝的紅酒 我不承認 特別是法國人都會說 你看美國的紅酒是不好啊 什麼什麼呢 但是我跟你說 如果沒有美國的葡萄 那就是沒有現在的法國的紅酒 就是一百五十年代的那個時候 就法國全部的葡萄 就是得到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症菌 得了一種病 全部的那個葡萄油都是被影響了 所以很多那個渴水家是去美國 找很多那個葡萄這個植物 就是到法國去 他們就把那個美國的那個葡萄的梗就切掉了 然後把那個法國的葡萄的頭丁喝上去 對對對 所以如果沒有美國 那就是沒有法國的紅酒 沒關係 你們繼續跨那個美國的紅酒 謝謝你 好結束喔 不過我覺得剛剛提到酒啊 或是各地的這種美食料理 我覺得這真的就是在地的一種文化 所以就像左右剛剛提到的 法國除了在這種食材 更重要還有酒 他們其實非常的在意 因為法國就是一個殘酒勝地 我查了一下 有十幾個殘酒的區塊 我們對我們來講就是法國酒 可是對法國人來講 這是從香檳區的 這是從這種龍河河谷區的 所以它還是有很多的一個分別 尤其在當地 他們很在乎叫風土 好這其實也就是他們關於氣候啊 土壤啊 或是葡萄的品種啊 然後等等 那當然其實我們來講叫微型氣候 因為隔著一座山 這邊照得到太陽 那邊照不到太陽 雖然都是在同一個區塊 可是呢 它就會因為陽光照耀 而產生出不同的一個品質的感覺 味道 這也是他們的挑剔跟講究 真的 挑剔的有禮 謝謝你們的挑剔 好啦你們餐具還好啦 就過就過 謝謝 對 對 我們聽到Fashion 想到哪一個國家 就是法國 那我去法國的那個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白國公司 那邊的那個Chanel Chanel的那邊 那那個Chanel的那個化妝師幫我化妝 那那一天我有跟他說 我是亞洲人 所以當一點的妝就好 那他結果呢 用Chanel的化妝品來化妝 的樣子 結果超級濃 因為他說這樣才美 這樣才流行 就當專是不好看 他們的身美觀念 我真的 他很有意見 什麼樣子我們看一下 這樣 滿... 左邊是你 我以為是右邊那一點 對吧... 白身是你 對... 不是我發現 他蓋上他的妝 對... 在你的衣服 沒錯 眼妝也一樣 講到重點 就是... 他也是這樣的妝 那一天同時開著 我粉絲都說 不好看... 就這樣 原本不習慣這樣子 可能啦... 太濃 因為他有提供他的意見 但他不... 對... 還是要他的 美妝很挑剔的 因為那是他的堅持 對... 好... 好... Jenny 我要講的是韓國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如果你們參觀朋友的家 我都會有一個... 想要打開他冰箱看看 那種突虧的感覺 他大概呢 他的冰箱打開之後 就會看到這種... 零零種種... 非常整齊的收納盒 然後他還把它放到像那個 俄羅斯方塊遊戲 不是會有像拼圖這樣子 對... 然後一個塞... 一個塞... 原來他就是從... 嗯... 他的蔬菜... 水果... 肉... 或者他的配料 都已經... 小菜... 都已經醃好 都已經放好 哇... 那個長蔥... 那個蒜了... 不是長餐的嗎... 對... 也是剛剛好... 剛剛好就是... 有一點... 好扯... 好療癒... 而且還有標籤耶... 對... 如果看不習慣的人 會覺得他們是強迫症 不會... 但是呢... 另外一個角度 我覺得這個是對自己的家 還有要求耶... 淋裡上面還有貼這種標示 因為我們平常煮飯的人 都會知道... 煮菜不難煮 最麻煩是那個... 沖... 蒜... 那種被料是最耗時間的 我們下班如果可以切成這樣子 整整齊齊的 是不是也會提高我們回家煮飯的意義 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的那個箱子喔... 我說你為什麼沒有在台灣嘛 因為我自己也沒看過台灣 他是從韓國抗回來台灣 對... 韓國人的這個挑剔 我知道... 真的耶... 今天你們的韓國... 你們在冰箱方面都是這麼要求嗎 是這樣喔... 我也是這個盒子從韓國抗回來的 真的喔... 所以都是韓國人的習慣 對...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或者是有沒有 所以我都... 就買很多盒子回來 因為... 我們就... 材料... 剛剛說就是大小也是有很多種 那材料... 材質也是有很多種類 就塑膠的玻璃的補修缸的 然後最近很流行的材質是... 有一點像塑膠跟細膠的中間 然後很輕 然後就放在冷凍庫不會... 盒子不會硬 所以就是不用裡面的東西退冰 就扭一扭就可以 裡面就可以拿出來 扭一扭就可以 對... 所以就是我們... 大多的韓國菜裡面都有... 蒜泥 所以我們就先... 蒜頭全部都剝好之後 就... 然後就放在那個盒子裡面 就一格一格 像冰塊一樣 那我煮菜的時候 一個拿出來就用就好啦 就是... 就像小baby副食品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像我就一個人煮 就我每次都沒辦法煮... 一人份 對... 就我可能就... 尤其是湯... 煮四人份 那就... 可能就放... 一格一格這樣子 對... 煮多一點... 一次煮多一點 然後就放在盒子裡面 然後就... 就放冷凍庫 那就拿出來 就想吃的時候 就吃就好了 那妳的媽媽也是這樣嗎 我媽媽冰箱差不多了 我的冰箱... 沒那麼整齊 但是... 我媽媽的冰箱差不多 我朋友的冰箱都這樣子 那妳來台灣看到我們這種冰箱 妳有嚇一跳嗎 妳不覺得我們放很鬆 對... 好... 妳不知道哪個地方妳們是覺得他們偏挑剔呢 金金 我覺得美國的小費的部分 就有一點挑剔的 因為我知道美國的小費是 就為了人家的... 尊重人家付出的... 勞動的... 就是這個 但是我覺得有點太挑剔 因為... 我大概... 第一次去美國可能是二十年前 可是那個時候是... 所以妳是二歲妳去嗎 對... 謝謝... 那個時候可能小費大概七到十% 但是我一起前去的時候 可能大概十五%左右 然後前幾天我... 美國朋友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美國人 然後他跟我說 因為是小費 就有一點頭痛 最近漲到大概二十%左右 而且他覺得... 收到的服務不好還... 得要給... 也是要付費 然後就... 就是客人還要看服務員的臉色 因為亞洲國家的話 我們都已經習慣了 菜單裡面已經有服務費 但是為什麼美國... 或者是就是西方國家 就不會放在菜單裡面服務費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每次都付錢的時候 不會頭痛啊 而且沒有給到那個金額 你們還會生氣 沒錯 西方國家是美國 對是美國 對不起 美國 針對美國去 針對美國 那我... 因為我之前我講過很多那個... 關於小費的故事 所以其實我不是要講 為什麼我們給小費或者什麼呢 但是其實按照我們的規矩 就是原來... 就... 二十幾年前 還是那個10%到20% 10%是服務不好 或者差一點 然後20%就很讚的那個那種 那你剛才這樣就是... 消費就是整價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的朋友真的是被騙了 但是這個不是因為他是... 因為我知道他本地是美國人是吧 因為很多美國人也是被騙了 但是更殘忍 就是很多外國人來到美國 更被騙了 因為現在有一個很... 六星的東西 你們應該都是看過了嘛 如果你去美國的時候 我可以選 我跟你說 沒有零 而且對...沒有零 所以很多人都會緊張 就是... 特別... 就是最低的那個嘛 15% 其實原來有一個... no tip的一個選擇 就不給的一個選擇 在下面嗎 對在下面 要往上滑一下是不是 沒有... 原來特別是有一個 但是他們拿掉 所以有Custom 所以我跟你說 如果你遇到這個 你按Custom 然後你特別是要寫000 因為以前他們有一個no tip 有一個不給 但是太多人吃 很多人就不給了 所以他們就說OK 那我們就學食物的 別人都會經常 所以他們文化其實也蠻多那個 對... 我可以選這個的 但是正常的餐廳還可以... 還是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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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西田桑 對... 西田桑 對... 我知道 美國的流行音樂很厲害 印象力很大 那很有名的歌手也很多 但是美國人對別人唱歌很挑剔 就我... 剛來台灣的時候 一段時間 我在餐廳或者是Pub 就... 助唱 助唱 的意思 那很厲害耶 你也會助唱 不錯啊 我就想辦法賺錢嘛 然後呢 那個時候 我跟Keyboard老師 一起就練習了嘛 那練習的時候 就另外一個 美國的歌手出現 那我跟... 就我一直練唱 練唱 練唱的時候 他說什麼 你的歌聲怎麼樣 還有你那邊的那個 唱的soft eating 比較好聽的什麼的 一直有意見 我一直講一直講 因為我們日本人 絕對不會說這種事 我們是聽到怎麼樣 也... 還是絕對不會講 不過這個美國人 真的很有意見 他對大家的歌聲都很挑剔 挑剔 那你要不要來唱一首 我們來聽一下 對啊 大家要來唱一下 那個美國人 沒有音樂 跳剔還不對 對啊 是不是挑剔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いつか 誰かとまた恋に放棄ても I will remember to love You told me how 好聽喔 好聽喔 其實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很挑剔 因為我們美國的那個藝人 真的不會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下一次看到這個人 你可以跟他說 不是美國人 還是不是美國人的一個事情 但是就代表他真的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歌手 因為真正的歌手 真正的演員 不會講任何的別人 就是那個人有事 好的 還有沒有覺得哪個國家也是很挑剔的呢 左右 其實 因為一個朋友說到美國 那我覺得我必須說到那個博蘭 但是這個挑剔 確實是有原因 我承認 我承認是有原因 因為我覺得你們對於那個麵包的那個要求真的很高 特別特別高 我回去我老家的時候 我一進去一個博蘭的一個baker 一個麵包店 我發現 我對於麵包一點都不懂 一片麵包我什麼都不懂 因為他們真的是一個麵包天堂 我跟你說 你看 哇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是一個博蘭很一般的一個baker 因為他們就是 因為 麵包不只是說 OK 我一個麵包我可以用這個吃喝糖 或者我用這個吃三明治 或者這個當甜點 等等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 對 但是說到甜點的話 你看 哇 國蘭的甜點 這個 但是 這個在你們國家算好吃嗎 我覺得很厲害 這些就是那個 特定的時候會出現 是不是每天出現的 聖誕節 聖誕節 但是每天出現的應該是 這個都會每天出現的 很甜 就是那個baker 會每天看到的 而且你看 我覺得就是這種的那個甜點 你們會覺得比美國的甜點好吃好多 因為裡面都會有一些那個 過漿啊 或者有時候那個水果 那個巧克力 什麼等等 什麼都有的 但是我要講一下 這個是改良過的 這一定是美國那邊 那邊 改良過 不會吧 我愛吃的 不會我自己就是這樣 自己的國家好嗎 但是確實我們是 對麵包有很大的要求 然後我們 例如說 我也講過很多次了嘛 就我們的麵包 就是麵包不會加其他東西 假如說在台灣常出現的 麵包裡面加葡萄乾 很好吃啊 堅果 那已經不是麵包了 然後再來就是麵包裡面 加那個 堅果也 肉鬆不行 會死掉 還好 麵包超級好吃 有堅美耶 很堅美 很堅美 我不行 這個堅持跟法國人堅持 他們的食物是一樣的 就跟Pizza上面不能放鳳梨 是一樣的 但法國對於麵包 是不是也很講究 很挑剔 我猜台灣都不會吃麵包 因為 沒有一個是你覺得吃麵包的 對 台灣也有賣法國麵包啊 就還是沒有那個香味 真的 你去法國你會知道 真的是 吃不出來 我覺得因為 最重要對我來說是 外面壓比較硬 但是裡面是會軟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沒有提到 因為這個我們法國人 我不會說每天 但是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出現 就是 Baguette跟那個可頌 可頌也是會 除非你才減肥 對 可是如果沒有減肥 會常常出現 就是 早上吃或是下課 或者是買一個可頌 隨時都可頌 而且晚上就是會打折 因為快要 我們不會 不可能買可頌 對所以 沒有 法國可頌是不可能這樣子 是鬆軟的 他丟了 他丟了 神奇 概名字 這個好吃 但是 不能叫可頌 概名字 概名字 還有沒有什麼地方 你覺得太挑剔了 因為我剛才就是說那個 歐洲的一些地方 就是美食的比較好的 那我覺得我得說 一個歐洲的地方 美食是不好的 好 我知道你要講誰了 那就是英國了 我覺得你們對食物太挑剔了 因為我是特別有吃火的一個人 我告訴你 我有一次 我是跟兩個英國的朋友 是一起去那個越南 還有台國 去玩一玩 我到那邊的時候 我看這兩個英國人 他們就 什麼都不敢吃 然後就 除了那個 那個叫什麼 香蕉 煎餅 還有那個和啤酒之外 他們真的不敢吃 然後你們會認為我說誇張 但是兩個禮拜內 他們真的收了10公斤 蛤 不是因為看到 不衛生不敢吃還是 那個做法 沒什麼會比較好 首先我要說 你講從我們不是很挑剔 我們是相反非常不挑剔 我們對食物真的沒有什麼講究挑剔 我們就是能填飽肚子就好 我們每天都吃差不多 就是那幾道菜 就是香蕉的雞 雞肉啊 就是那幾樣 所以其實很多英國人 他們沒有嘗試過很多不同的料理 所以他們不知道那個口感 然後出國的時候會怕因為沒吃過 那他們怕說外吃了 叫說又 肚子痛 對 而且其實真的就算好吃好 因為他們沒吃過 他們胃可能也是反應不來 就像我們可能去印度很多的 有時候吃的胃會 就是不適應 對 像大家都說你們很喜歡吃魚 但我們就是喜歡吃炸魚 而且我們吃魚都是去頭去尾 所以像我英國的朋友來台灣找我 他看到我們那種鮭魚頭啊 就這是什麼東西不敢吃 然後也不吃生的 像日本的 因為我 我也是後來越來越懂吃 我就覺得 台灣人很喜歡吃那個海膽 我跟你講 我可以直接說 英國大概七成的人 是沒有吃過海膽 然後呢 再兩次吃過了 很好吃 吃不懂 那你們英國人出國說 永遠都吃麥當勞啊 對 我覺得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堅持 他們就是指手 謝謝你們支持我們麥當勞 但是我就是 我真的想問就是 我們沒有在聊美國美食 拉肚子真的那麼痛苦嗎 你拉肚子就喇叭 沒有 拉肚子真的很痛苦 沒有 而且出國在 沒有 它影響到女神啊 沒有 而且都國外拉肚子 要嘗試 要嘗試 對啊 我也有英國的 英國人呢 那個 喝紅茶跟喝咖啡的 timing很挑剔 就不懂 我去年那個 認識一個英國人 那他 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特地選喝紅茶的店 我是為他想的嘛 那他 那他 他後來說 在家裡喝紅茶 在家裡是可以喝紅茶的 所以在外面的話 喝咖啡才對 我也真假的 我不知道 因為他的下午茶不就是紅茶 對 他的意思是現在 那你跟他約早餐好了 他說現在的倫敦 倫敦 那邊的人都愛喝咖啡 現在喝紅茶的人只有50% 對 我這個嚇一跳 不是那個他們喜歡喝紅茶 不是嗎 對 喜歡茶是他們的文化 我曾經住英國的時候 也是大家都喝紅茶的 那他的意思是 就喝紅茶是跟水一樣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在外面的話 就喝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 那他們對他們來講 喝咖啡是 就比較複雜的 就很簡單 需要一點技巧的那個 飲料的概念 自己用沖熱 你就可以泡出來 所以他在外面的話 喝咖啡才對 我覺得奇怪咧 對啊 為什麼會奇怪 你就在 我們在在家 我們就每天都在喝茶 像我也是每天都喝三次杯茶 那你出去的話 你這樣要付那個錢 但是喝你比較不會去桌 像我家就沒有咖啡機器 我們還不會磨什麼咖啡凍 那我們也堆茶 所以我們有分就是 英文午餐 我們有分午餐 我們其實也有分不同的茶 因為那個咖啡的濃度不一樣 那你有時候可能到下午 就要喝咖啡蛋一點 那你喜歡哪一個咖啡跟紅茶 我比較偏茶 我發現今天大家 是不是都沒有講到香港 要來了 我要講香港 我想說香港有一個 我覺得他們很挑剔 然後我每次去 會覺得壓力很大 就是吃飯這件事 香港人很喜歡併桌 然後明明那個桌子 就已經很小了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我坐在那個桌子上 我都沒有辦法好好吃飯 然後還要併桌 然後我曾經坐一個很小的桌子 可以坐六個人 在那個座頭 坐會上 然後我就心想說壓力好大 而且你進去香港的餐廳 我覺得他們對於 點食物的時間很挑剔 就是他們會覺得 如果你沒有想好 你不要走進來 坐下來 我們就是慢慢看一下菜單 然後想說 我們今天要喝凍寧茶 還有什麼不行 就坐下來之後 然後他就說 沒有想好了 我們拼翻周慮了 零又沒有想好 零件線線外面想好 想完了之後 你再進來嗎 然後我就心想說壓力超大 我就先出去 因為我真的還沒想好 要點什麼 然後因為他們的那個菜單 我又看不太懂 說去外面想好之後說 小姐雷想好了嗎 來一樣是併桌 六個人一桌 所以我就覺得 在香港他們對於點菜 還有對於座位好像 因為他們很注重 TEMPO TEMPO 快一點 其實我覺得今天大家都 其實沒有講到香港的原因 因為香港其實最不挑剔 我們的彈性 你講話很怪 你看他現在 講話怎麼 好像在點菜 很假的很改 香港好像在點菜 就是我們的彈性其實很大 你不覺得嗎 我們就是吃東西 這種小情小愛 因為我們沒有在在意這種小東西 我們沒有吃生的 吃熟的 然後就是喝茶的時間沒有 反正有的吃你就吃 除非你說真的是很高級的飯店 他可以時間看一下 你要吃什麼 但你茶餐廳 你不做ABC第一餐 你要想那麼久幹嘛 我看不懂嗎 那不是他們學好嗎 那是看不懂了嗎 看不懂 怎麼點啊 你看他講話這麼快 我真的發現 所以香港有出快餐 因為那個餐廳是快餐 長餐沒有了 午餐還有就這樣 你要吃不吃 就其實 沒有我們要知道裡面有什麼 我想要問一下服務生說 你們客人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套餐 光餐客可以了可以了 挺好的 不想講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香港人哪裡挑剔 哪一方面真的才是挑剔 我真的想很久 我才想到這那麼的一個 就是對新的東西的執著 例如說衣服褲子 我才想說有什麼東西是我們很堅持 我要買衣服 如果說一個店 你只剩下這一件 我們會刻意問有新的嗎 我會想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有什麼特別很堅持 就是對於新的 就我要你現場拆開給我 除了我們客人會問店員有新的嗎 店員好像也會問 這是新的喔 就好像會故意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給你們 加強重點 如果說那個店裡面的衣服 就只剩下那一件你要不要 有可能真的不要 沒有新的喔 那我不要了 這是你們挑剔的地方 除非真的很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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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勉為其然一點 那不然的話就是一樣新的 好酷喔 有這樣的挑剔嗎 我們有時候都會想說要買 特別不會 我們有時候都會買現場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場店員會燙過 對 你新的拿出來就有很多 但是你知道 因為你新買的衣服 你還是會在家洗一次才穿吧 對 所以覺得心還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被別人穿過 不要有別人的味道 摸來摸去的感覺 好的 這是他們挑剔的地方 對 OK啦 我能理解這個感受 今天鳥環發現他們挑剔的東西 好像挑剔久了以後 就變他們的文化了 對 這個文化造就這樣的挑剔 所以是可以理解的 對 然後這個文化也造就他們每個國家的特色 對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挑剔的有理 OK 謝謝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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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你好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小鈴鐺喔 拜拜